半年四次疫情 哈爾濱院封城 民眾府不堪言 紅色輪盤作者 港鵬瑞案 為什麼曝光張高麗 習近平國師 看見法事警 專家說苦日子來了 手握反擊致命重型武器 馬斯克對決中共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12月7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中國東北疫情持續延燒 12月5日 在哈爾濱新一輪疫情的第四天 商場關門 街道上也很冷清 很多哈爾濱人一覺睡醒 發覺自己的健康碼 變成了皇碼 原來是官方 將同確診病例 有時空伴隨軌跡交集的人的健康碼 一下就變成皇碼 民眾都在網上抱怨 說什麼都亂了 百姓莫名其妙皇碼、紅碼 完全停工停產 抗疫兩年毫無進步 半年反覆疫情四次 不作為政府下台 官方4日發通知 要求主城區的人員和車輛 非必要不要出城 外地人員非必要也不要入城 哈爾濱仍同遠封城 官方下發文件裏面 還要求所有餐飲暫停堂食 到明年2月北京冬奧會開始之前 彭帥和張高麗 大概是最令中共當局不安的兩人 彭帥事件已成為國際社會抵制北京冬奧的標誌性事件 另一方面 彭帥的處境亦引發關注 披露中共高官不為人知黑幕的 《紅色輪盤》一書的作者沈棟 10月4日 在接受英國《每日電信報》採訪時 探索彭帥事件 並以他了解中共官場內幕的特有視覺 分析認為 彭帥的結局不容樂觀 沈棟推斷 彭帥是因為受到個人威脅 才決定曝光他和張高麗的不倫關係 他表示 彭帥的案子和《紅色輪盤》書中提到的段偉雄 亦就是他前妻的情況有相似的地方 他說 這位網球明星指控前國家副總理張高麗 對他進行性侵後 曾經短暫失蹤 在國際抗議後 中共官媒發佈他對著鏡頭微笑 並聲稱自己很好的照片和錄像 沈棟說 有關彭帥這些照片 顯然是中共精心策劃的 他說彭帥事件 可能是中共一個不方便面對的事實 對女性的性侵犯 他們不認為這是犯罪 黨內的官僚玩弄女性 這個幾乎是眾所周知的 太私慵見慣了 大多數受到侵犯的女性保持沉默 因為他們知道反抗是沒用的 沈棟分析認為 彭帥應該是感受到威脅 認為自己可能會在與張高麗爭吵後 就會被失蹤 所以決定將張高麗的醜事曝光 幾乎是一種自我保護 如果他不是國際明星 他早就消失了 沈棟將彭帥事件 與書中的段偉雄相比 他說段偉雄被共產黨綁架後 四年沒有任何消息 中共政府注意他即將出版紅色輪盤 於是叫段偉雄聯繫自己 傳遞不要出書的威脅信號 沈棟透露在通話中 感到段偉雄是出於恐懼而傳話 段偉雄說自己已經與世隔絕四年 從未聽說過中共病毒 亦不知道他的母親已經去世 沈棟預測彭帥可能再無法自由發言 或自由離開中國 中共御用經濟學者李杜葵日前表示 未來幾年是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 台灣經濟學家分析 國師李杜葵極事景極不尋常 中國人準備要過苦日子了 10月2日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杜葵 在第十四屆金麒麟論壇上發表演講 李杜葵分析中國經濟要警惕債務 產業鏈轉移 碳衰退三大威脅 並表示國內經濟一個重大問題是內需不足 他警告說中國經濟未來若干年的運行發展 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困難的一個時期 李杜葵此言引起輿論關注 12月4日 台灣經濟學家財訊傳媒董事長謝金河 在Facebook發文說 中國準備過苦日子 李杜葵的事件 謝金河表示 中共御用經濟學家親口說中國經濟不好 非常不尋常 他認為當局是有意通過體制內經濟學者的口 向中國人民打預防針 謝金河在帖文說 說給他們聽苦日子要來了 不要再醉生夢死 要勒緊腐帶 面對未來割韭菜要有心理準備 在今期倫論壇上 中共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文 亦發出警告說 明年中國經濟發展面臨三大挑戰 經濟增長、疫情及房地產 近期負債累累的中國房地產公司 恆大集團爆雷 反映出中國房地產業的現狀 專家分析 恆大如果倒閉 恐引發房地產業崩盤 引起社會動盪 當局很擔憂 《華爾街日報》星期六 12月4日刊發長文 披露美國公司的中國夢 亦就是這些公司 希望在中國市場 爭取一席之地的淘金夢 文章揭示的結局很殘酷 說他們的中國夢往往破滅 最終成為成就未來競爭對手的鋪墊 文中直言 這些事過去發生在蘋果和摩托羅拉身上 現在正在Tesla身上重演 文章引述上海梅托商務諮詢公司 Auto Mobility Limited 的創辦人羅威說 揭示Tesla中國夢二歲的實質問題 羅威說 中國的遊戲不是要讓Tesla贏 中國的遊戲是讓國內產業能競爭參與進來 文章解釋說 這是中共政府架輕就數的一種模式 亦是說 開始時當局將一些行業和技術 確定為國家未來的發展引擎 然後鼓勵這些行業的全球搞搞者進入中國 目的是等他們幫助中國公司攀登價值階梯 最後挑戰這些外國公司本身 由於中國的市場規則 是由當局根據自己的需要在製定和變換 這些西方公司一大被中國的市場潛力所吸引 他的結局基本一樣 獲得一定的短期利益 接著他的技術流失 最終培養出自己的競爭對手之後 暗然退場 這樣的例子有成就華為的 曾經耳熟能長的加拿大北方電訊網上公司和C4 近期的例子有蘋果公司等 回到Tesla的例子 其實為了吐住Tesla 中共落足本錢 當初為了留住Tesla 習近平改寫了遊戲規則 封許外國公司在華單獨擁有汽車企業 馬斯克成為了第一個全資在中國設廠的汽車製造商 之所以對Tesla破例 維基日報分析認為 美國在2018年收緊對中國的技術出口 作為對抗措施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計劃將中國打造成世界未來的創新和工業中心 選中了電動車行業 他的計劃關鍵一環就是馬斯克的Tesla 報道引述 參與北京和Tesla談判的人士透露 北京為馬斯克提供了廉價的土地 低息貸款和稅收優惠 但要求Tesla培養本地供應商 並支持落後的中國電動汽車企業 知情人士透露 從一開始 北京官員就明確表示 他們希望通過向Tesla開放市場來獲得一些回報 當時 中共領導人對國內電動汽車公司的表現感到失望 並將Tesla視為重啟中國汽車業的機會 他們希望Tesla提供供應鏈本地化 並培養中國製造商 這些步驟可以加速中國國內的產業發展 Tesla則被視為能令中國成為新能源汽車大國的先頭部隊 不過破例的封口條件 亦令Tesla內部產生警覺 一位熟悉這件事的人士向《華爾街日報》透露說 Tesla的一些員工對進軍中國的某些安排感到不安 他們擔心知識產權有避道的風險 最終到今天為止 Tesla與中共合作了三年多 Tesla在中國落地生根 它發展起到了鳞羽效應 恢復了中國投資者對電動汽車市場的信心 亦為曾經掙扎的中國國內初創企業駐入活力 Tesla還提升了在中國的電動汽車供應鏈 達到了中共領導人的一個關鍵目標 Tesla派出工程師、培訓工人 幫助設計和研究 並且向從電池製作商到壓住家工廠等公司 傳授技術 到2021年初Tesla說 它上海工廠在中國國內的供應採購率已超過九成 Tesla中國區最高主管朱曉彤表示 Tesla有望在年底前實現所有汽車零部件的本地採購 Tesla在中國的發展 亦令馬斯克迅速成為世界首富 另一方面 隨著Tesla的成功 Tesla和中共的合作 亦正步入中共的預設套路 就是到了收割Tesla的階段 今年4月 上海車展首日一名女士身穿殺車失靈字樣的T-shirt 在Tesla展台站在車頂維權 可謂揭開了收割Tesla的標誌性事件 與此同時 Tesla培養出的電動汽車競爭對手 亦開始瞄準Tesla 準備利用中共政府的數據、監管方式 對Tesla進行廣泛打擊 一間名為360的網上安全公司 以及上海汽車集團有限公司 在3月共同敦促中共立法機構 解決與外國電動汽車製造商 有關的國家安全問題 《華爾街日報》引述參與相關討論的人士說 他們的目標是Tesla 今年5月 中共出台嚴格規定 限制電動汽車製造商 可以收集的數據種類 並禁止他們 將從中國收集的任何信息 轉移到中國以外 另外根據中共工業和信息發佈 發佈的指南 從10月1日起 實施的個人資料保護法 可能會進一步 限制Tesla收集中國消費者 數字信息的能力 對於中共製出的收割重權 馬斯克表現得極為溫馴 他一改過去的傲慢 承諾Tesla將會在中國建立一個數據中心 儲存在中國的生產、銷售、服務、充電 和其他活動中收集到的數字記錄 此外 馬斯克在今年9月 還上線出席了中國烏鎮召開的互聯網大會 這是連中國國內科技公司高層都不肯參加的派對 在今年中共一百年之際 官媒新華社在Twitter上宣稱 實現首個百年目標 馬斯克也在帖文下留言 附和話中國成就的經濟繁榮 Amazing、奇妙 還呼籲其他人親自到訪和實地觀察 不過大紀元專欄作家張天亮表示 面對中共的步步緊迫 馬斯克其實手裡握有能令中共致命的重型武器 即是馬斯克敢不敢用 以及怎樣使用 這個重型武器 就是打破中共互聯網封鎖的星聯網 他還開玩笑地預測說 很有可能倒逼中共讓步 中共給特斯拉找麻煩 給馬斯克找麻煩 馬斯克一怒之下 所以星鏈所有的衛星經過中國上空的時候 只要有接收機不用花錢不用你訂閱可以免費上網 如果那樣的話中共肯定嚇死了 所以就看它們兩個人到底誰能嚇得住誰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外雪兒明天見 我會怕你的風格 提升 為了 你還是會怕 很容易 你還是會怕 你為什麼 你還不怕 你去找到 你 你 感谢观看